入閘應該是QR Code 答案應該是C 大家好,我叫木家俊 我是一個中學老師,同時也是一個社區幹事 在中國裏面,我主要任教通識科 並且兼教中國歷史和地理 可能因為我平時都會在文匯報上寫評論文章 所以學生收到文匯報之後 經常都會看看有沒有好的文章 如果有的話,甚至會把我寫的文章剪下來 然後去看看究竟我關注什麼社會議題 有時候這樣也同時推動到學生 更加有興趣去了解時事 基本上我都可以找到我們學校的一些學生 做義工去服務這個社區 早前就找到一班學生 去到區內和一些獨居的長者 去做一個家居清潔 其實很多長者的家庭其實都好企理 所以很多時候學生做了一陣清潔之後 更加多的時間可以陪長者去聊聊天 因為長者很多時候更加希望 是有人去關心一下他 將來也會搞更加多的 用青年人去進入社區 我們現在身處這個地方就是茂羅街7號 亦都是前身的動漫基地 在去年的8月份之後 就重新被市建局收回來重新規劃 希望成為一個展覽的場地 亦都成為一個文化創意的推廣的地方 我們一直都跟進 希望將這個地方更加好地活化 令到在灣仔的社區裡面 更加多街坊可以真正地使用到 區內其中一個非常主要的議題 就是私家街的清潔問題 這裡安樂你 我們曾經跟相關的住戶 以及商戶和政府部門一起開會 嘗試去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雖然衛生環境還是非常惡劣 但我們都會一直跟進這個問題 我希望將青年和專業的聲音 帶入這個社區 令到灣仔這個舊區 保留人情味之餘 更加可以帶出一點新的活力